完了完了完了 又是一只刚出的小麻雀 还飞不了多远 早上才换了裤子 又打湿了 先给它带回去吹干 我刚刚在那洗手 发现它在那种水沟里面 我本来说观察一下它 结果这个小家伙飞不了多远 脾气还挺倔的 我们得给它拿着放树上去 我家附近麻雀特别多 都在这层吃层喝的 而且那管子里面很多麻雀窝 现在这是麻雀繁殖的季节 所以最近老是发现这种刚出播的小麻雀 那个小的跟它差不多大 在树底 好多 这还有两只 应该是它的兄弟姐妹 这个应该是最小的 尾巴要短一点 我们给它放在这个树上去 你不要乱飞了 快快上去 它还飞不动 放高一点 站在这 钻这个树顶去了 这么高应该是没事了 在这 现在应该是安全的 它们就是在这跟我绑的管子里面做的窝 你看这个草 雕了这么多 我还在旁边给它们绑了两个盒子 这边这盒子给它装水 一年它们会在这里繁殖好久 所以麻雀的数量在我们这里也越来越多了 我还在这边